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绝对服从的 但是可以感觉到他的压力和不开心 不像在我们的歌里 有客琴老师帮他撑着 他只要负责绽放就行了 周深应该不开心 从他今天发的微博可以看出 他自己也是懵的 估计帮唱嘉宾就是这两天才临时换的 他本来应该不是请的这个乐队 前两天还说不是唱摇滚 估计这孩子心里苦 只不过不愿意说出来 说真的 我是不敢想他选择乐队 我写了很多周深 多次表达过喜欢他在一起乐队吧的演出 上次旅行团来的时候 我不喜欢那个乐队风格 去了解过相关信息 新裤子是我喜欢的那种 乐队必须要带感 对不对 在歌手舞台上 我觉得他这方面不占优势 但是在他自己的歌手之路中 这么选我非常的赞同 看起来周深说到做到 把胜负放一边 专心表达自己 歌手一直讲究冠军要有一定地位 否则当年冠军指定邓紫棋了 还能安排谁退赛 比如齐琴 还能修音 新闻里说芒果无所不能 但芒果善于利用意外 比如黄岐山 比如邓紫棋 比如周深 她试玩电子音乐 我知道她创作可以 演唱我觉得可能性低于我猜想的两位 因为那两位唱电子音乐也不是事儿 舞台效果却好多了 如果周深请一个女的嘉宾来合作 我觉得浪费她的音色了 合唱就是要突出对比度 所以跟李克勤的合作才会惊为天人 而且两个人的和声天衣无缝 请那些没什么水平的人来唱 还不如请阿云嘎 或者请李克勤 国庆 这妹子不修音 根本不行 算了吧 当时合唱大鱼 我看了魏修音版还是周深迁就她 还是李克勤吧 劳克斯超级稳 我知道我听过 但是我觉得 唐老师现在进步肯定是有的 他的曲子也能弥补一些唱功上的不足吧 西哥是很好呀 但是之前双方粉丝有思过 所以两位正主后来只能台面上零交流来避嫌了 不能听到两位大佬合作的作品 实在可惜呀 王熙很好呀 我最近正在补看深入人心 刚刚看到王熙在跟阿云嘎抢申申 我说的是平时不关注音乐的中老年 比如我爸妈就是从春晚才认识她的 霍尊差不多出道就各种晚会 大余最火的时候好多人听歌 但不知道歌手真身 她一直在拼命努力争取平台 才有今年的爆火 周果子是人设呀 看过第二季恐怖童谣的人和第三季 又是漂亮惹的祸的人都知道声音不是周深本人的呀 顶牛上说是周果子唱的 饰演周果子的周深也有现场 但那也是周果子这个人设的剧本呀 其余恐怖童谣的声音真的不是她呀 周深的约德尔唱法 离真正专业唱约德尔唱法的人还是有很长的距离 风格的确是多变的 推荐和木马乐队合作的她是黯淡星 还有最新新出的悬崖之上 关于吴清风老师 因为我听的歌只是很小一部分的比较知名度高的歌 所以风格是否多变 我没法下定论 但是我知道她的创作能力真的很强 唱功方面客观讲 确实周深会因为有美声功底而听感更好 没有周深的时候 周果子就是明真理的人设 可能是人也可能是合成的机器声 而后来这个人设需要在舞台上出现 却不能出现那个素人或者机器 所以由周深扮演这个人设 相当于在百变大卡秀里 王祖兰扮演葫芦娃 葫芦娃原本就存在 不依赖王祖兰而存在 她唱了《葫芦娃》《葫芦娃》那首歌 只是扮演的那一会儿唱了 不等于动画片里的《葫芦娃》是她 动画片的主题曲是她唱的 虽然深深很多遍 也很愿意尝试新的风格 但不代表别人就风格单一呀 只是最为大众知道是哪个类型的而已 李玉刚老师比较火的《新贵妃醉酒》和《刚好遇见你》 也不完全是同一种类型的呀 吴清风也不是只有小情歌呀 他也玩过民谣的《中国风》叫《响乐》 我感觉好像周深唱了《约德尔唱法》以后 就只有周深唱的才是《约德尔唱法》了 令你推荐的那条线真的很好很全面 不停坚持吹周深是蠢 如果听下来还坚持说吴清风单一的 就是坏了 人家都是因为吴清风认识了很多优秀的歌手 没见过周深粉丝 是因为周深再也不认为其他的歌手优秀了 这真是一页账目 骄傲一提约德尔唱法 看来你是真没听过吴清风唱的《孤独的牧羊人》 还有苏打绿的圣诞族曲也可以听听 在B站都能找到 明珍里的恐怖童谣到底是不是周深唱的 建议你多方问问自己家的粉丝们 作为明珍粉真的挺讨厌这样不清不楚 争夺别人劳动过失的 明珍里自有周果子这个角色 歌是这个角色唱的和周深没有一点关系 周深只是在那个明珍演唱会上 扮演了此前已有的周果子角色 翻唱了这首歌 其实一听就能听出来 没有明珍那味 周深既一边喝热水 一边吹电扇 登上热搜后 央视爸爸再次实力重粉 每天透露一点点 为大家更新 更多物料 在最新的花絮中 周深深穿灰蓝色西装 在镜头面前时而幽默时而展现歌喉 与大家娓娓到来 选择题中周深透露自己的节目是七个字 聪明的友友们已经知道答案了 接下来周深一共轻唱四首歌来向月亮表白 其中第一首《原起》 轻唱之后还要解释一下歌词的深意 最后《自爆》其实是自己记不住词 然后疯狂大笑 不愧是周深 之后周深还分别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 8月15夜春江花月夜三首歌的部分片段 轻唱最考验歌手的实力 周深的歌声果然是人间百灵鸟 一张扣就是天籁 大家都觉得周深的轻唱简直一绝 最后才当环节中 节目组问周深可以即兴唱一首《代乐》的诗吗 他表示自己不是唱作歌手 已经写完一首了 节目组不肯放弃 接着问可以再来一首吗 周深开玩笑称 人生只有两次写歌的灵感 刚才已经用完了 最后还贴心地给这个花絮取了个标题 真是一个敢取一个敢用 整个花絮看点满满 气氛实在是太欢乐了 不得不说周深真是个小机灵了 每次他的出现 都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和欢乐 越来越期待周深的中秋舞台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哦 《时代电影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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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关注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